这个我们现在算一个单位 都给天津卫视干活 后来他们说要弄一个爱情保卫战 问我有时间 我说那哪合适的 不是我听说第一任主持人是选的你 不不他们后来说 做这个节目一期得交两千块钱 我说我就换不上了 换不上了 说错了 交两千五百块钱 我一个零交两百五十块钱一期 哎呦 那你们这个节目真是 家里趁多少钱也得早些 对 其实我们这是哥们相好才这么说呢 我这人好长时间了 但我怎么觉得现在比原来看着岁数大了似的 老了好多 又白头发了 好多 不像你又嫩了 你是懒的吗 特意的 是懒的吗 这保密 就懒得特好 我怕给他们做广告 真的啊 真的 瞧见人家站着就像一主持人家 你看我站着怎么就像一主持人家 说像什么 挺好 人家都说同行是冤的 但对我们来说不是 一点都不冤 哥们到一起了看着挺开心 而且人家还没空手来 送礼物 真的呀 我这礼物三层含义 哦 这一 对 其一 对于这个钢丝来说 这个这不太好 嗯 这礼物送完之后 它少很多说于谦的题材 有 说于老师的题材 这是一 对 嗯 其二 这个礼物送完之后 对你身体很有利 我的个天 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没法猜了 打给我们参观参观吧 不会蹦出去蛤蟆来吗 我的个天 你给拿一下 受累 带着吧 你啊 第一啊 第一 第一 嗯 不能再说于老师老烫头了吧 对了 对了 第二呢 第二添了个心爱好啊 对身体有好处啊 这个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哎 抽烟喝酒烫头发 你把抽烟喝酒剂了 烫个头发喝咖啡 理解的不一样 对 为什么会有好身体呢 戴上之后 不敢见人满足乱跑 跟锻炼是一样 带一个怎么样 好 来 这合适吗 这事什么好疼 天哪 好 你好 好什么好啊 怎么那么热呀 戴着挺好人家 这位空手来 不是这个可以 要不然您转送给余老师 别给余老师 余文鹏啊 哎 快来快来快来 带一个给大伙调调 三个三个 要不我拿这盒子 行 余文鹏戴这之后可好看了 你知道吧 这口在哪呢 没事 我的个天 火 你这不是一般的寒陈 但是挺可爱 戴着吧 挺暖和的 那不行 热热 今天那个赵川来了 特别的开心 既是同行又是朋友 好哥们坐一起 好好地聊一聊 好好好 来咱们坐着聊 好 来 欢迎赵川 欢迎 天津铃市清理挡造的 大型情感组艺节目 爱情保卫站 旨在帮助 迷失在爱情十字路口的 众多恋人 直面困难 解决问题 勇敢走向 属于他们的人生幸福之路 不管是何日散 让爱情不掺杂 一边杂志 是节目一贯秉承的宗旨 而作为主持人的赵川 则凭借对质 且充满 亲和力的客观分析 成为整个节目的一大亮点 还看吗 还是 不要看 小杨你过那样的生活 你究竟被什么迷失了 你要找不着 你真的改不了 没说不允许 不是说不合理吗 不 结婚要慎重 如果 显示记的是她 你原谅她吗 没想过 啊 没想过 现在开始想